一條滑路往下走 好 我們接下來的講者是我們的 WuRain 他要講Protocar Buffers 如果大家對GRPC有興趣 拜託 後段功能師該懂一點點吧 不懂的現在教你 好不好 歡迎我們的Rain 大家幫我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感謝大家花時間來聽這場 比較entry level的演講 那這場演講主題是Protocar Buffers v3 然後跟Go裡面的一些應用 然後我是講者Rain 我忘了可以用這個 應該是對這裡 OK 好 那稍微簡介一下我自己 我目前在Nesco當軟體工程師 那之前也有在APEAR 稍微當馬龍一陣子 然後我同時 使用Go跟Python兩種程式語言 然後先不要問我喜歡哪一種 對 我不會回答 這會 產生一些宗教問題 然後 平常時間我喜歡桌遊跟卡牌遊戲 如果手上有點 閒淺的 我不介意會後來交流一下 對 然後最近今年也開始 考一些甜點 就開發新興趣 然後左邊這個是我的 我的LinkedIn連結 那有興趣可以掃 但我可能晚上才會去接受邀請 好 好 那接著就快速進入主題 這個Poloco Buffer應該在座多少都有聽過 有 好 沒關係 這段文字就是在官網上 Google官方對於Poloco Buffer的一個算簡介 Poloco Buffer是一個語言中立 平台中立 然後富有擴展性的 對結構性資料進行序列化的工具 那上面那兩個語言中立 平台中立 重要 但 它不是今天的主題 所以我不會太多琢磨在上面 今天主要會 關注在一些 它如何對一些結構性資料進行序列化 然後它會怎麼改善我們在軟體產品中 開發流程的 體驗 的這部分來做一些 講解 好 好 那這邊稍微 呃 大家加 簡單的go through 一下 在Poloco Buffer裡面 它的語法 或者說它對這個結構化資料的序列 的描述它是怎麼做的 那最上面 那個syntax 它就是 稍微指明一下說我們現在是用第3個版本的語法 然後這個package 它有點類似 Poloco Buffer中的 namespace 對 因為你也是要去避免一些命名的conflict 然後你要import的時候也是要找到 對應的package 那第3個這個呢 go package 它是個 跟程式語言比較相關的選項 那因為今天是用go語言來當作主題 所以我是使用go package的這個東西 它會描述的就是 今天你Poloco Buffer依照這個proto file 來生成go的程式語言的時候 它的package會是怎麼樣的架構 那這邊等一下會看到我是用一個 gen的directory 然後下面才是coscoppb的一個package 接下來最下面這邊就是今天會比較多討論到的位置 就是假設今天以一個speaker的 角色作為我們要進行結構化資料的描述的話 我們這邊先以兩個欄位為主 第一個是64bit的integer 它是idea欄位 就當作一個 不重複的辨識碼 identifier 然後第二行是名字 就是講者的名字 每個講者都有名字 那它是個字串 後面這個數字1跟2 它在protocol buffer中是 作為一個唯一標示符 就是identifier的存在 它對你的程式上 運作的邏輯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id就好 好 那剛剛的那個結構就是那個speaker的structure 它透過protocol buffer生成的 結構化的structure 在構裡面的structure 大概會是這樣子的 上面這三個東西是protocol buffer會自動生成 然後幫你管理的 那包含了它的state state裡面有一些lock的東西來避免你進行一些奇怪的copy 或是奇怪的操作之類的 那下面那兩個有一些是 在對字要做一些cache 或是對unknonefail的 做一些處理的部分 那除了那三個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就會是你 預先定義好的那些欄位 像是我們定義了一個64bit integer的id 那後面它會用go的field tag 就是對你這個structure的欄位 就是這些attribute 做一些表示 比如說它的wire type 這個是varint 這個等一下會解釋 它是protocol buffer裡面對於資料結構 是哪一種型別的一種標示 那下面這個是string 它用的是byte的型別 那第二個欄位呢 就是它的那個id 1跟2 然後兩個欄位在protocol buffer3之中 你沒有特別標示的話 它都會是optional的 對 然後後面就跟著一堆 比較不重要的資料 我就不易一解釋了 好 那有了剛那個protocol buffer幫我們生成的structure之後 我們可以在go的程式語言中這樣子使用它 就是像你import其他的package一樣 就是把這個生成出來的package import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享有它幫你定義好的這個structure 像costalpb.speaker 然後你的id跟name都可以 依照對應你提供的type來填上它的value 那要取出它的value的話 也是跟一般的使用一樣 你就使用一個speaker.id的方式來取出它裡面的數值就可以使用 好 那接下來講一些比較深的部分 就是剛剛講到它是對structure的data來做序列化 那它序列化過程中其實是就做類似encoding的東西 那最前面這邊呢 以剛剛那兩個欄位來講 第一個欄位是integer 64bit的integer 那它的第一個bit 會是 第一個byte 有八個bit 最後面三個bit 是用來標示它是什麼type的欄位 像是這邊 因為它是integer 所以在protocolbuffer它會用一個叫barint 的這個encoding格式 來對它進行encode 那除了最後三個bit以外 前面的幾個bit 五個bit 都會用來作為它那個fuel tag 就是剛剛1跟2的那個表示 對 那你可能會想說 如果今天它的 那個叫什麼 id 可能超過17的話 超過16的話 它怎麼辦呢 它其實前面就會再多一個byte 所以其中一個小訣竅就是 把你最常使用到的欄位 盡量寫在1到15的fuel tag裡面 因為這樣可以最大化的 去 降低你在字要傳輸上的負擔 好 那接下來繼續講 上面這個欄位的varinteger 它剛給的value是2023 那它的encode方式是varint 那後面這邊有點麻煩 我下一頁再講 不過我先講好了 先講比較方便 這個varint它全名 你可以講 全名應該是叫 Variable Lens Integer 對那它的encoding方式呢 是它每一個byte的最高位 會是用來標示它是否已經完成 對那個integer的讀序 那如果是1的話 表示你還要再讀下一個byte 那如果是0的話 表示這個integer到這裡就結束了 你不會再有下一個byte需要做讀序 對 所以透過這個邏輯來說 真正儲存integer的資料 是每一個byte的後七個bits 那這後七個bits在protocol buffer encoding中 它是用littleendian的方式來做排序 所以當你需要把它 解析成人類看得懂的情況的時候 你需要把它反轉回來 變成bigendian的方式 也就是上面橘色的部分 這個就有先去自己去加一下 但我自己算過是沒算錯 就1加2加4 然後 3264128 512124 對 就自己可以加一下 然後回到前頁 講 剛講了那個 Variable length integer的encoding 接下來講一下String type的 String type因為它的長度更不固定 所以它需要一個額外的byte 至少一個額外的byte 來描述它的lens長度有多少 對 那在你獲得這個lens的長度之後你就可以知道接下來我還要讀取多少資料來表示我這個String欄位裡面的東西 那 那字串的部分它是使用utf8 encoding來做encoder 對那RAM的encoder就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來講一下它在比較high level的概念是怎麼樣的 既然它可以對一些結構化的資料來進行cellulation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種界面定義語言 也就是說在兩個不同的服務 或是兩個不同的component之中 當它們需要溝通的時候 它們需要一種約定 也就是你的哪個欄位包含哪一種e的資料 然後這個欄位是不是optional 之類的 一些概念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是透過口語的方式就是 你跟隔壁的同事說我們今天有一個field 這個field一定要是正整數 這樣溝通其實 沒什麼保證 它哪天傳一個複數給你 你可能也不知道 對所以這時候你就會需要一個 比較有強大約束力的東西來管理這個界面 那 它在架構途中 比較抽象來看可以是這樣子 兩個服務之中各自有其他的功能 但它們 會有一個地方需要溝通的部分 把它封裝成一個stop 或是client的概念 那這個stop 它會負責跟另外一端的stop 做一些 商業邏輯上的溝通 那這個stop會是一個 比較偏獨立的角色 就是其中一個地方變了 另外一個地方的stop也需要同時被更新 來確保這兩根的溝通 這個地方的約定基本上都一定要是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來講一下 更進階一點的 就是 讓我們知道了它如何 扮演不同服務之間的 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 之後我們來講一下 它是怎麼做程式碼生成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 比較簡單的 從比較簡單的開始 你們的 對 右手邊這邊就是剛剛已經 蠻熟悉的 那個 protocol buffer message的語法 那左手這邊 左手邊這邊是我在local端 做這個範例的時候使用到資料夾結構 對 那我的source下面有cosecub跟speaker.proto 這一個結構 然後proto的speaker.proto就是這個檔案的內容 那上面藍色的部分呢 就是 當我下了 這個 這個指令的時候 就是 我下了proto c 然後後面跟著proto pass 這個proto pass呢 它是 會去依序尋找 你要生成protocol buffer的 購源的程式碼的時候 需要找其他哪些proto buffer的路徑 因為你可能會import其他的檔案 那橘色的這個呢 就是 它會指定說 你的程式碼 Protocol buffer生成的程式碼 它會在哪個地方被生成 那這邊指定的是codegen 所以在上一頁這邊 它就會 因為我的路徑 那時候我是在coascope-2023這個地方操作 那我的 我的go out指定codegen 所以它會在codegen的這個directory再往下生成 往下生成之後 我也不知道 我按到什麼 放送事故 沒關係 是有經驗的演講者 然後它會依照go package的這個路徑再繼續往下走 也就是codegen gencodecode pb 然後往下生成speaker.pb.gov 的這個程式碼檔案 對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指定說 你生成的程式碼要在你 整個code base中的哪個位置 然後最後一個參數就是file name 就是你需要用來生成 你對應程式碼語言 這邊生成是夠遠的檔案 所以我們就 把它指定上去 就是剛 source code下面的那個路徑 那 因為這邊生成是speaker.protocol的檔案 這邊就寫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 在protocol buffer裡面 它也是支持 模組化的概念 就是你不一定要把所有的 protocol buffer的語法都寫在 同一個 檔案下面 你也是可以像 你在go裡面 import其他package一樣 你去import其他 protocol bufferfile之中的檔案拿來用 像這邊我就是把 speaker.proto在 session.proto中 拿來使用 所以每一個session都要有一個speaker 那這邊我就可以 透過剛剛定義的speaker結構 來作為這個speaker 軟位它的形別來使用 那 邏輯上一樣 就是 我的go package不變 所以它生成的檔案路徑也是在藍色highlight的那個部分 就是codegen gen codecode pb 然後現在會有一個session.pb.go的 這個檔案被生成出來 好 然後除了剛剛那些 生成出來的 構成是 通用的以外 但有時候你總是會遇到 兩個service之間 因為商業邏輯的不同 而需要有一些不同的 客製化的時候 對 那這時候呢 可能單純的共用的probof 已經不能滿足你的要求了 那這時候你會需要custom option這個東西 對 對 好 那剛剛那個情境會在一些常用的情況發生 比如說 你需要對你的資料做一些後處理 就是你儘管收到的資料已經有一定的約束了 但你可能還是需要加上預設值 如果 這個欄位是neo的時候你要加上預設值 或者說你要稍微 刪減一下那個字串 因為你覺得它太長了 或者說你要做一些客製化的認證 但這個認證對雙方的溝通來說不是強制的 只有在你的某些功能會需要遇到 比如說你在 提供一個打分的功能 然後你確認那個分數一定是1到10 如果有人是打個15或是20 他可能就在灌分 對之類的 好 那它在 ProtocodeBuffer的 語法上可以這樣寫 對我們需要一個 應該需要幾個新的東西 第一個是你要去import最上面那個 descriptor.proto的 sign package進來 然後因為這邊我們先以 一個欄位的extension 來做解釋 所以我們要對field options 這個東西來做 擴展 我們擴展一個比如說長度限制的 欄位 對 那這個id是5萬是因為 官方文件說5萬到99999 是給個別使用者在個別組織內用的 所以就不要去撞起他5萬之前的id 可能會出事 然後field option的部分在語法上你可以用一個 中括號 然後後面再加上你的field option的 名稱 像這邊是lensdme 比如說我今天的講者介紹只限制15個資源 對 那這個東西等一下可以透過go的程式碼拿到 拿到之後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客製化的調整 好 那這邊講一下比較複雜的程式碼 這是所有投影片裡面最複雜的一個 這邊簡單講解一下 從最上面那邊 我站這邊好 他會透過proto reflect 拿到一個物件 然後這個物件的range方法呢 他邏輯比較像是一個一個的去iterate 過所有 你這個protocol buffer帶來message裡面的欄位 對 那他這個range裡面吃的參數呢 是一個對於這個欄位的資料進行 掃描或是後處理的 function 對 那這個function裡面第一行這個ops 他其實是對這個proto message的欄位 去拿到他所有的option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 好 確實 的這個lens limit 他會在 field option這邊 應該說拿到所有的 拿到所有的options 那如果拿到特定的limit的那個 那個欄位的話 是要在這一行 就是proto.getExtension 這時候他會去拿到那個field options的欄位 那當然我們這邊要指定 也就是 這個 變數會在 你 寫出 哎呀 會在你寫出這個時候 他會在你的go的程式碼裡面生成 所以你可以在 這邊透過costcard pb 往下去找他 這個package裡面的變數 找到這個 e land limit 這個變數 那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針對那些太長的intro 就有些講的寫太多了 但我們 不希望在 網站上 或是其他地方 顯示太多的資源 所以他會在這邊 對欄位進行truncate 就是 那truncate的部分呢 第一個v是他的 原本的 值 就原本他的value 那第二個 參數就是 我們從這個limit拿到的 值 也就是剛剛我們寫在那邊的 15 對 那這個truncate field 我就不多解釋了 他就是一個 函數 然後會把你的字串 截斷 這樣子 然後這邊講一下這個 proto reflect 點set 這個東西 你如果看官方的 註解的話 他會說有點危險 但是他很好用 就是 強大的黑魔法 總是有一些 成本在 對 就 自己注意一點 好 接下來講一些 他在團隊作用 團隊開發或是 產品開發上 可以怎麼幫助到大家 還要多久 還好 還好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 稍微有點經驗 或是說你學生時代就 持續結案 或是實習的工程師 你在 作為後段的角色 你應該很熟悉這種情況 以目前 大家喜歡為服務架構來說 很多時候 你的組織的形狀 跟你服務的形狀 是差不多的 所以當你的 當你服務的component 只能要溝通的時候 很多意義上 很多時候就代表了 你組織間的溝通 那 假設你今天是用 JSON 或是其他的 其他的 XML 之類的 再傳資料好了 你可能會常遇到這些問題 就是你需要去問另一個 Team 的人 這個欄位叫什麼名字 他的 他的 JSON 的 Key 是 Camel Case 或是Nate Case 那這個欄位是Optional的 還是說 他一定要有 那如果今天我要加一個新的欄位 我們應該怎麼去 推動這個討論 你會有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問題 圍繞在你每天的工作內容上 然後這個是我覺得 工作內容中 相對比較無聊的部分 所以我會盡力的減少它 然後這個東西如果在一些跨時區或是 跨國同學中 他的成本是會被放大的 比如說你在上班的時候 可能是下午兩點 你問了一個問題 對 但這個問題 因為你沒有 Polical Buffer 那些 Single Source of Truth 可以看 所以你一定要等對方的回覆 他可能是在你睡覺的時候回覆你 然後你明天早上看了 可能又不太懂 或是你又有另一個 Field要問 你又問一個問題 那他可能又是 你在你那天睡覺的時候 才會回覆你 這個問題的成本 就是時間成本會在一些跨時區的情況 被無限的放大 所以你需要 一個像Polical Buffer 或是說你的文件 這種Single Source of Truth的方式 來減少大家 在 確認一些 對欄位傳輸的共識上的 時間成本 那一些比較 常見的 在Codebase管理 或是說 服務上的託譜 你可以 稍微看一下 這張圖 這張圖是我覺得相對 喜歡的一種模式 就是你的 Polical Buffer 升任出來的那些 界面 就是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 它是被獨立成 一個一個Report的 那這個Report呢 它會有自己的版本管理 然後它會被 各個Team的 Service 所import 所以透過這種方式呢 你想要 傳輸新的東西 或是說 定義新的界面的時候 你就只需要針對 這些Report來做討論 就好 那另一種 如果你今天的 Codebase 或是說你的Repository 還沒有那麼多的話 那你也不是特別想要 特別生一個 Report出來管你的 那些Protocol Buffer Message 你也可以透過 把它內籤在你自己的Report的方式 可能你是別人家的 就你的服務比較偏是一個上游的角色 那你可以讓別人去 import 你定義好的那些界面 來決定說 當它要呼叫你的時候 它需要用什麼結構的資料來 符合你的 Request的需求 對 那所以會在 別人的服務中 把你的 Protocol Buffer 對界面的定義 給import進去 這個東西的好處呢 就是相對於文件而言 你的Repository裡面的 那些結構只要一做的版本更新 比如說你今天跳了一個minor 但 有一些前後不相容 對 minor不應該有前後不相容 但 難免嘛 對 所以你這時候可以很 很直觀的看到說 就是 你的某些欄位 假設它的type不一樣了 或是說你多了某些欄位 需要去補上它的value 那 它通常會出error 那它有error的話 你compile就不會過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就是你可以比較強制性的 讓其他 團隊的同事知道說 喔你今天升級了什麼版本 那你這個升級的版本 你需要更新 哪些欄位的東西 然後 最後來稍微講一下 我覺得需要 重視一點的 最佳 最佳使作 就best practice 的部分 第一個呢 是關於你的enumeration 就是你的 媒舉 對 媒舉的部分 官方是建議說 第一個 value 也就是它的 default value 要是 unspecified 因為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所有 以go 以go來說 因為go對於enumeration 或者說integer的預設值 其實就是零 對 那這個東西 通常預設值不應該帶有任何 在產品或是商業邏輯上的意義 對 而且這個方式 對於你以後 可能會需要新增其他的難度 比如說你以後需要新增一個 比beginner 還要更簡單的東西 叫entry level 那你如果今天設定beginner 做為你的default value的話 你entry level 其實就會很尷尬 因為你的default value 既不是最簡單的 也不是最困難的 對 所以一般而言 官方是建議大家 所有enumeration的 第一個值 要是零 也就是說在意義上的 unspecified 第二個呢 是要去避免 你在fuel tag上 的重複使用 因為剛在encoding那邊 其實又已經介紹了 你的plocal buffer 欄位名稱 其實跟你 怎麼去反序列 他的資料 一點關係也沒有 他是透過這個數字 也就是他的fuel tag 來進行 欄位的辯證 那你今天如果你已經用了 2來代表 講者的自我介紹 你又用了一個2來代表 講者的 個人檔案的連結的話 其實他是會在一些 沒有 把版本跟得那麼緊的情況 下導致他在 反序列上 反序列化上的問題 那為了避免這個情況呢 我們會用這個reserve的 關鍵字 來強制性的把這些 已經 刪除掉 已經不使用的fuel tag保留起來 避免被其他人 誤用 然後這邊有提供一些 reference 其實很多都是encoding 跟規格的東西 就 Protocol Buffer就是大量的encoding 就文件多看就懂了 然後 幫公司工商一下 對目前在Nesco工作 那公司主要業務內容有包含 security web gateway 然後一些防禍牆 還有 Catsby API的部分 對然後 目前 也有在招人 就一些 目前比較highlight 比較 積極招募的職學 就一些支撐工程師 還有 SDET的部分 都有 那使用到的技術 有點被擋住 不過我用講的好 就使用最多的當然是go 在go的場子 當然是go 然後 另外還有python c++ 然後tapscript 然後我們又 我們蠻多東西是跑在perfectcloud上面 又有一點gcp 然後左邊是我們career page的 的qr code 或是直接 找hr的 的email 找他都可以 對然後這個我 等一下會釋出 所以不用急 我們可以先進到 QA的環節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一下就是比較偏 你們的專案管裡面的問題 因為 Portal Buffer這種東西 你剛剛講他是在跨專案的時候 跨團隊的時候蠻好用的 假設像你們公司有這樣多個語言的時候 應該Portal Buffer 你們會怎麼去 使用這個Portal Buffer文件 比如說用submodule去 放在每一個裡面之類的 喂 喔 那這個 有牽扯到剛剛提到的Portal Buffer的特性 不過他在 很多頁之前 反正他是一個語言中立的 特性 所以 他這個語言中立平台中立的特性 所以他其實並不會 被強制性的跟某一個 team所使用的技術 所綁定 然後 那剛剛提到另一個問題是 會用什麼樣的專案 或是 code base的結構來管理 目前我們 我帶來的team比較多是使用 這個 這個拓譜的方式來管理 這個拓譜的方式來管理 所以我們會把 介面定義的部分 獨立成 單一的Repository 來讓他的 不管是進版 或是說發PR的部分 更加的純粹 就是我們 當看到這個repo的PR的時候 我們就只知道他是要更新 在 界面定義的部分 他並不會扯到 個別服務的邏輯改動 對 透過這個方式會讓 revealer在看PR的時候的負擔低一點 對 對 對 你最早來講 你比較想說 你應該是說 在3-8 然後我在記錄裡面 你應該是 你應該是 3-8 就放 對 對 嗯 不一定要3-8 就你可以 因為go的話 你把它發佈到 其實hub上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go 應該就是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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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可以直接把它刷下來 那3-8 就有部分 也是可以 對 但我個人 沒有那麼常用3-8 就 所以這部分可能 你應該把 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正確 因為我們公司 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正確 我們也有時候在想到 比較好 讓這4個語言 可以 動用這1個 Pollipop 接受一下他的 什麼好 嗯 欸 因為我沒有講他的缺點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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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那 呃 剛剛提到的 你們有4個語言的話 四種可能就不太合理 因為你們寫在java裡面的東西 他有辦法被go 以後 對 所以那這種情況的話 你可能就是透過 透過這個方式 然後 你在生成 程式碼的時候 你把go java還有其他語言 你用的其他語言 那就是 同意的老闆他們的做 對 對 好 我再一個問題 好不好 嗯 有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好 那就是想要問就是 就是因為GO,就是ProJarPC V3是不是沒有required的這樣子 對,因為官方不建議,應該都是推薦打上required的這個標準 那請問你對這一點的看法如何 看法如何,我是支持的,因為我個人不太喜歡就是那種容易倒進前後降進去 那你required的話,如果今天你把那個required tag拿掉 那其實你就知道那些還沒有跟上班的人 他到底是會繼續進行那個,沒有這個兩個意思 就是說他的required費有沒有集中會減少 還是說他就把他記為也是你的optional的照片 所以我覺得optional會集中維護上更多的彈性 好,最後一個 好,那剛剛有提到就是如果有一些註解掉的fail 你會選擇用那個reserve去做,就是把取代那個ID嗎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如果那個數字什麼超過15的話 就是會再多一個byte 那這樣的情況算了的話 你們是會選擇就是那個response再去做pump version嗎?還是 你是說我會不會重複使用那些 對 目前官方的推薦是不要重複使用 就是它的priority是比就是最佳的話 你傳輸資料量才有更高的 只是說你就當即時使用了第二個byte 來標示你的fail tag的數字 你也不應該再去使用那些已經被你使用過 然後沾掉的fail tag 所以說是可能會是讓就是 可能response body之類有很多version嗎?還是 很多的version嗎? 還是 就實作上的話會是 實作上的話你如果是兩個服務要溝通的話 他們應該是用同一個version的fail tag 來進行溝通的 因為不同version的話它的fail跟它的定義都會比較 那它在提示的來上可能會使用你 好,了解,謝謝 謝謝